弟兄姐妹早安 在家里面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早安 这个时候我再一次邀请 在家里面敬拜的弟兄姐妹 如果说是因着有小朋友 其实我们在二楼呢 我们是专门说有带孩子的 可以一起回来敬拜主 那愿我们在一起的敬拜当中 我们经历神的恩典 感谢神 我们在教会全面重开的时候 我们在讲的信息 是主耶稣复活的信息 我想着在这个当中 有神自己的美意 我们连着已经花了三个主日 来传讲复活的信息 那接下来这两个主日呢 我们仍然要传讲 复活的这个真理 前后五个主日 我们传讲复活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 还有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有复活的盼望 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核心 非常的重要 基督复活的事实 基督复活的事实 基督徒有复活的盼望 这个让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 即便面对是生死的逼迫的时候 仍然把这个信仰传承 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信仰 这是一个真实的生命 同时呢 复活这件事情本身 对于我们人的思想 我们的理性 我们的生命 是带来根本性的冲击 让我们每一个人 对生命的看法 完全不一样了 颠覆了我们对生命的看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许多的疑惑 需要被澄清 被更新 中国历史上 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我们人人都知道 被后人称之为 圣人的孔子 当他的弟子子路 来询问他 关于死亡的事情的时候 孔子是这样的回答的 为之生 焉之死 如果人连活着的意义 都不能知道 怎么能够明白 死亡的意义呢 可想而知 死亡的意义 不是人能够用思想 能够明白的 复活这件事情 超越了死亡 让生命本身的意义 活着的意义 和死亡的意义 就完全彰显出来了 若不是神 向人显明 即便像孔子 这样了不起的人 他也不会明白 生和死的意义 感谢神 以我能明白 并接受耶稣基督的复活 并接受耶稣基督的复活 经文呢 格林多前书 15章 35节到49节 我们让神的话 来告诉我们 基督徒的复活 将是一种 怎样的复活 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点 复活是 出始入生的过程 那我们一起来念 这个经文的 第一部分 35节和36节 格林多前书 15章 35 36节 那我们翻到圣经 我们一起来念 或有人问 死人怎样复活 带着什么身体来呢 无知的人啊 你所种的 若不死 就不能生 死人复活 带着怎样的身体来呢 这样的问题 可能是当时 格林多教会 那些还不相信 死人复活的人 他们挑战 死人复活这个事实 问的问题 这也可能成为 今天还不真正明白 福音之人 会问的问题 问话者本身 是享用一种经验 或者推理 来明白 死人复活 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这就是 问话者本身的问题 那保罗的回答是什么 无知的人啊 亦所种的 若不能死 若不死 就不能生啊 保罗称这样的人 说无知 那是因为 死人复活 是神所成就的事情 人想用自己的经验 自己的推理 来明白神的作为 这就是无知呀 神的作为 唯有靠着神的启示 才能明白 若不能死 就不能生 保罗就告诉我们 要从死这个现象 来看生命的产生 那在人的眼中呢 我们一看到死亡 就看不到生机了 因为人完完全全 被死亡挟制了 中国人有句话说是什么 好死不如什么 来活着 为什么 因为死了一切都完了呀 活着比一切都好呀 你看到人对于死亡的恐惧 是大过一切的 圣经对人惧怕死亡 也是有描述的 在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那边 这么说 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所以在主耶稣成就救恩之前 死亡是挟制了所有人的人生 一生怕死而为奴仆 这就是人的显照 然而 神的创造本身 是拥有生命的力量的 即便我们这个世界 已经被罪污染了 是个被罪污染的世界 但是神依然借着他的创造大能 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结束 神的创造大能 可以让死亡里面隐含生机 那我们想一想自然界的现象 大家知道 那个蝴蝶是怎么来的吗 蝴蝶是从蛹 猫猫虫推变而来的 对不对 那这个推变的过程 对于蛹来说 就是死亡 蛹不再存在了 这个蛹猫猫虫 但是对于蝴蝶来说 这个产生的是一个新的生命 飞翔的生命 更美的生命 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无人可以推诿 借着所造之物 让人晓得的 所以神借着所造之物 向人在说话 诗篇十九篇是这样子说的 诸天树说 神的荣耀穷昌传扬 祂的手段 祂的亮带通遍天下 祂的言语传到地极 神借着祂的创造 一直在向人说话 主耶稣自己 也曾借着日常生活的势力 告诉人死亡与生命的关系 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那边 主耶稣说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那主耶稣告诉门徒 死亡本身可以带来生命 借着一粒麦子落在地里 死了就生出许多的子粒 来讲述自己 被钉十字架的事情 借着十字架的恩典 主耶稣为人去死 从而死得许许多多 相信基督的人 有真正的生命 神的心意 借着创造之物 向我们一直在诉说 最后是借着主耶稣 道成肉身 定在十字架上 清清楚楚 完完全全 明明白白就写明 写明是什么心意 神要给人真正的生命 这个生命要存到永恒 这个生命如何得着 圣经已经明确告诉我们 提摩泰后书 一章九道诗节是这么说 神救了我们 以圣召召我们 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如今借着 我们救主耶稣 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 后面说 他已经把死废去 借着福音 将那不能坏的生命 彰显出来 所以主耶稣要把 这不会坏的生命给人 如何给人 信职的人有永生 有从神而来的生命 存到永远 所以人要照着神的心意 回应神 就是真正的信靠主耶稣 跟随主 爱神 信靠主耶稣 是唯一的方法 所以死人复活是出于神 这是一个出生入生的过程 不是出生入死 是出生入生的过程 若没有神的启示 人如果不接受神的启示 人如果不接受神已经成就的救恩 是没有办法明白 猝死入生的过程 也没办法进入到猝死入生的进展 拯救当中来 所以猝死入生 本身就是福音 那我们讲了这个 以我作为蒙恩的人 我们应该怎么回应 行事为人与福音要相称 怎么个相称呢 该死的要让他死去 这样子新的生命才能活出来 那什么是该死的 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 你们想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所以在罪上我们要死去 所有的罪 不讨生喜悦的都当死去 什么是罪 凡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都是罪 都是不讨生喜悦的 唯有当我们愿意 在罪上时 新的生命才能活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是要靠 顺服圣灵的带领 靠我们做不到 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 这个是讨生喜悦的 出死入生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实 但是活出来 需要你和我一辈子 一生的功课 那接着呢 保罗进一步来告诉我们 将来复活的身体 与现在的身体有怎样的不同 我们一起来念 这个三十七到四十一节 那个复活的形体 是在于神的大能 我们一起来念 并且你所种的 不是那将来的形体 不过是子力 记录麦子 或是别样的骨 但神随着自己的意思 给他一个形体 并教各等子力 各有自己的形体 凡肉体各有不同 人是一样 兽又是一样 鸟又是一样 鱼又是一样 有天上的形体 也有地上的形体 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 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 日有日的荣光 月有月的荣光 心有心的荣光 这心和那心的荣光 也有分别 所以在这个地方 保罗表达了三个的观点 第一个观点 将来的形体 和我们现在的形体 不一样 这就好像 麦子和其他的谷物 麦子种到地里面 和长出来的麦穗 不一样形体吗 不一样 我们这当中 有的弟兄姐妹 喜欢在家里种东西 你看到那个种子 发芽了以后 是不是非常的惊喜 我不擅长 我太太喜欢种东西 她有一次 把苦瓜子 埋在这个土里面 一两个礼拜以后 叫我去看 我看居然发出芽来了 对我来说 很惊奇 在我看来 这就是神迹 什么是神迹 神的作为就是神迹 你以为种子发芽 你光浇水是有你的 但是真正的生命 是神的作为 这是神迹 第二 保罗在这地方说 不同的生命 有不同的形体 各不相同的 把所有的保罗 有个概括 地上的走兽 空中的飞鸟 海里的鱼 都有不同的形体 人也不同的形体 我们说 动植物 人 这一切都是神的创造 是神赋予 每一样不同的形体 接着保罗 要讲的第三点 是地上的 那当然就是指地球上的物 和天上的物 也有不同的形体 哎呀 地上的 有地上的环境呢 我们说地上的生命 你我怎么样 需要吃喝嘛 对不对 植物什么样 需要养分 需要水分 不然就死了 每一个形体 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环境 环境是神所创造的 神也创造与环境 相适应的事物 神把人和动植物 安置在地上 赐给他们各自的形体 适合在地上生存的 而天上的物品呢 这个日月星辰 不需要吃喝 但是它们是不同 是什么样的亮度的不同 来呈现彼此的不同 这是神的心意 所以无论从细微的植物种子 一直到日月的星辰 每一样东西 都有其独特的形体 那这些形体 都是神所赋予的 在于神 不在于事物本身 我们再讲 诗篇十九篇 诸天述说 神的荣耀 穷昌传扬 祂的手段 这一切都在述说 神创造的美好 所以 人的复活 有什么样的形体 是在于这一位神 在这个地方 我也想着做一些 衍生的回应 既然神的创造 是有创造环境 也创造与环境相适合的 各种事物 次于形体 以我就应当如何来看 自己今天 所面临的处境呢 应当如何 我想着 带着感恩的心 来坦然面对 各样的处境 因为我们深信 万事互相效率 叫爱神的人得一处 就是蒙他招的人 我们是蒙了恩招的人 最近我参加 两次的追思礼拜 让我很受感慨 包括周五的时候 参加一个姐妹 才五十多岁 我就看到 一件事情 无论是九十多岁的老妈妈 还是五十多岁的 当面临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风暴的时候 但是有神的同在 贪然面对 感恩的心 你就看到的是神的恩典 因为神应许我们 祂的恩典够用 如果没有感恩的心 在我们生活当中 就充满了 你知道是什么 抱怨和忧愁 所以感恩的心 是因着我们知道 神的创造 是美好的 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处境当中 我们理所应当感恩 好 最后呢 保罗就告诉我们 到底应当期待 复活后的身体 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呢 是一个荣耀的身体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 42到49节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 所重的是必朽坏的 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所重的是羞辱的 复活的是荣耀的 所重的是软弱的 复活的是强壮的 所重的是血气的身体 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若有血气的身体 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 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但属灵的不在先 属血气的在先 以后才有属灵的 头一个人是出于地 乃属土 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那属土的怎样 凡属土的也就怎样 属天的怎样 凡属天的也就怎样 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 将来也有属天的形状 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他用四个对比的方式 告诉我们将来的 复活的身体 将会是怎样的一种身体 这四个对比就是 必朽坏的与不朽坏的 羞辱的与荣耀的 软弱的与强壮的 血气的与灵性的 通过这样的对比 来说明复活的身体 与现在的身体 有本质的区别 现在的身体怎么样 会不会衰老啊 会嘛 阿姨都点头嘛 会不会生病 会呀 这就是朽坏的嘛 因为朽坏的最后结果是什么 死亡嘛 归于尘土嘛 将来的身体怎么样 这边说 不会朽坏了 圣经说 不再有死亡了 现在的身体 我们说是软弱的 将来的身体是荣耀的 羞辱的 这地方说 现在的身体是羞辱的 将来的是荣耀的 羞辱的意思 不是说 你我哪个地方 长得有缺陷 不好看 不是 是人犯罪以后 亏缺了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犯罪之前 人与神的关系是和睦的 人坦然地接纳自己 也接纳别人 并没有羞耻在这中间 犯罪以后呢 人就怕 见神了 就开始躲藏了 因为 有了罪啊 你就觉得是羞耻了 这个时候 身体就成了羞辱的身体了 神怜悯人 神让死亡临到犯罪后的人 不是坏事情 因为神不要让人 长久生活在 羞耻没有盼望中 永远活着 在羞耻没有盼望中 永远活着 那个才是痛苦 什么是荣耀的身体呢 荣耀的身体是指 罪已经完全除去了 而且不再犯罪了 所以复活的身体 是没有罪 而且是在神的光中 不再犯罪 那什么是软弱的 什么是强壮的 我们在肉体之中 常常有软弱 什么软弱呢 立志为善 有得我 行出来 有不得我 自己很想 这个谦卑的 温柔的对待人 但是一遇到事情 一着急啊 脾气就上来了 最后伤害的是谁 最亲近的人 那我讲啊 是我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复活的身体 是强壮的 什么是强壮的 是有神的完全同在 在神的光中 我们与神同心 与神同行 是强壮的 什么是血气的 什么是灵性的身体 血气的身体 不仅仅是指 我们拥有血肉之躯 在这地方 也是指 虽然我们现在 罪已经完全被 神赦免了 但我们仍然在 血气之中呀 私欲的诱惑 还会让我们跌倒的 你会吗 我有时候会呀 将来复活的身体 是灵性的身体 是被圣灵完全的 充满掌管的 不再犯罪跌倒了 那接着 在这个经文里面 保罗就特别 在强调 什么是属血气的 什么是属灵的 属血气的就是指 所有的人类 都是亚当的后代 都是用泥土造的 这边说 首先的人 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有灵这个字 也可以翻译成有血气的 因为同样一个字 可以翻译成血气 可以翻译成灵 可以翻译成灵魂 气息意愿都可以 那创世记记载 当神造人的时候 将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面 这个生命之气 就是这地方的灵 就是血气 人就有了生命 所以人类的施主亚当 是靠从神而来的 生命之气 生活的 其实在亚当之后的 每一个人 以我也是靠 这一口生命之气 才能存活的 那一个活人 我们说与一具尸体的区别 你知道 插一口气 这就是生命之气 当亚当犯罪了以后呢 他与神的关系 就有了拦阻了 因着罪 与神不再和睦了 这个时候 人就想靠自己而生活 圣经里面也常常说 要是说 人靠血气来生活 就是想靠自己来生活 这样的血气 是被罪污染了的血气 所以这地方 说人类都是亚当的后代 因为我们 都是想靠自己而生活 那模糊的亚当 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嘛 耶稣基督赐下圣灵 给每一个信靠 耶稣基督的人 基督徒的生命在于 有没有圣灵的同在 在罗马书第八章那边说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于基督的 人若有圣灵与我们 同在住在我们心里面 你们就不属肉体 乃属圣灵了 所以 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是因着圣灵在我们的心中 那这边讲 第二个亚当是出于天 意思是指 主耶稣从天降下 道成肉身 在约翰福音那边 第六章 主耶稣自己说 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要安 那猜我来者的意思行 猜我来者的意思是说 他所赐给我的 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在末日 却要叫他复活 所以在末日 是主耶稣要叫我们信靠 他人复活 赐给我们复活的身体 属地的都是用泥土造的 这个我们知道 属天的用什么所造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我们会像谁 我们会像谁 菲利比书那边 那边三章二十节 二十一节告诉我们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从天上降临 他要按着 那叫万有 归附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 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所以我们复活的身体 是与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 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所以复活的身体 是不朽坏的 是荣耀的 是强壮的 是属灵的 这个是神的作为 神的恩典 神的大能 也是神新的创造 我们已经进入新的创造 但要等待完全的完成 那哥罗西书那边 第三章告诉我们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 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所以我们复活的身体 是要显现在荣耀里的 那荣耀里是在什么里面 那是在一个新天新地里的 在启示录里面 二十一章是这样子 告诉我们的第一节和第三节 所以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 从宝座中出来说 看啊 神的藏目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所以基督徒拥有复活的身体 进入与天父永恒的同在 阿们 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心思想 信主之人将来复活的身体 是不朽坏荣耀的身体 进入与天父永恒的同在中 我们讲两个方面的应用 第一 不再为已经死掉的身体而活 哎呀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生命实在是脆弱 小小一个病毒 你知道让全世界有多少人死亡吗 到目前 三百多万 其实除了病毒 还有很多种的因素 可以 会让人死亡的 那主耶稣 再来 除非你我还活在地上 否则我们也会死亡 一样的 那 基督徒 其实在我们信主那一刻 旧的自我已经死亡了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是藏在神里面 所以我们真正的生命是与基督现在在神里了 加勒太书那边告诉我们第五章说 凡属 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同肉体的贤情私欲 同定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 不但是我们已经死了 而且我们也愿意 铜钉在十字架上 那么在地上我们要如何生活呢 你我要如何生活 我想 疫情啊 打乱了 每一个人生活的节奏 不是虚许多多了 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计划 让许多人追逐梦想的脚步 你不得不停下来 人人都期盼 疫情完全都停下来 你期不期盼 期盼嘛 因为疫情停下来 可以用百米赛跑的速度冲出去 把疫情耽误的时间 事情赶回来 但是 我想挑战弟兄姐妹一件事情 你把这个赶回来 要去做什么事呢 什么是你手中的单子 那些重要的事情呢 你知道 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 没有复活盼望的人 他们的单子上有什么呢 我想大概就是这几件事情 更多的金钱 更多的名声 更高的地位 或者是油酸碗水 激进奢华的享乐 你说我怎么知道 不信主之前 我就这样想的呀 那我们要问一下自己 你我现在手中的单子 与这些人的单子 也不一样 我们不要为 以死的身体而活 要如何活呢 像保罗说的 他身上常常是带着 耶稣基督的死 使耶稣的身 写明在我们身上 后面他说 凡事都是为你们 叫神的恩典 格外显多 使荣耀归于神 所以我们要问一下 自己的单子里面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问问自己 谁将会是 这些单子的受益人 神的恩典 会被显多吗 神的荣耀 会被送赞吗 这个是你我 都要问的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第二 要彰显 复活的大能 哎呀 复活的大能 不是做什么 惊天动地的事情 我想着先做好 每个人当劲的本分 在2020年里面 在美国 我们遭遇了一场疫情 我们还经历了一场选举 你知道 因着这两件事情 人与人之间 多了许多的冲突 哪些冲突 为了戴不戴口罩 大家可以反目的 为了打不打 密苗 大家可以彼此为敌的 为了支持谁 不支持谁 互相攻击的 如果这些事情 发生在不信主的人身上 那是正常的 因为世界的标准 世人的标准 只有一个嘛 与我观点不一样的 就是仇敌 顺我者仓 你我者亡嘛 那么基督徒呢 基督徒我们应当 如何来看待这些事情 基督徒应该如何 彼此相待呢 如果我们因着这些问题 彼此相向分裂 你知道谁最高兴 撒旦最高兴 你要知道 撒旦是仇恨的散播者 基督徒真正的仇敌 不是那些 你看得见的 真正的仇敌 只有一位 是撒旦 复活的大能 彰显在保罗身上 我们怎么看得出 因为保罗原来是一个 逼迫基督徒的 后来成了 为福音完全摆上的 原因是 先前的保罗 他不明白神 饶恕的恩典 他是靠自己 以自己为义 把与自己不一样的人 都当仇敌 寂静所能来逼迫 当主耶稣 饶恕的恩典 临到保罗 保罗就不再 把人当仇敌了 无论是 逼迫他的犹太同胞 无论是那些 无缘无故 鞭打他的外族人 他都把他看住 爱的对象 因为神爱他们 神要拯救他们 所以主耶稣吩咐我们说 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 因为在你我眼中的仇敌 那个人是神所爱的罪人 你我也是罪人 蒙恩的罪人 圣经告诉我们说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所以只有我们 带着饶恕的恩典 我们不要说大的 就说我们在家里面 你在朋友圈里面 你在公司的同事里面 你在教会里面 一切的问题 带着饶恕的恩典 我们就可以彰显了 复活的大难 你愿意吗 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的主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 你为我们的罪死了 三日后从死里复活了 这是你的恩典 这是你的慈爱 我们原先都是背离你的 我们根本不认识你 也不知道 你神美好的心意 要在永恒中 与我们永远同在 而且你赐给我们 一个新的生命 存到永恒的生命 有复活的盼望 因为你让我们 在永恒中的新的身体 是可以与你同在的 是荣耀的 不朽坏的 是强壮的 因为有你 我们有这等的盼望 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我们求你私人带领 让我们活出于那些 还不认识你的人 不一样的生命 让他们从我们的生命里面 看见你的样子 就愿意来归向你 愿人都来归向你 因为你是慈爱的主 你是创造的主 你是生命的主 愿你的名被荣耀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